说低碳高质饮食就会引起高血脂 就如同说你吃了进去稻米 你身上就会长出稻米一样可笑 大家好,我是青花大叔 前几天讲了一下低碳饮食的入门问题 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今天呢,我再讲一下一些中等水平的问题 首先我讲一下所谓的四高 就是低碳饮食相关的高血脂 高胆固醇,高血压,高尿酸这些问题 往往我们一说低碳水高脂肪饮食 就有人跳出来讲说 那高脂肪就会引起高血脂 其实呢,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而可笑的 是一个顽固性的常识性的错误 说低碳高脂饮食就会引起高血脂 就如同说你吃了进去稻米 你身上就会长出稻米一样可笑 因为实践得来的事实正相反 长期的低碳高脂饮食呢 它会引起这个甘油三脂水平的下降 所以说高脂肪低碳水饮食就会引起高血脂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也完全是跟事实相反的 那么低碳高脂饮食会不会引起高胆固醇呢 其实正确的低碳高脂饮食 会让你的高密度脂蛋白 它这个水平是会上升的 所谓高密度脂蛋白 也就是HDL 它被认为是胆固醇成分里面好的一面 就是所谓的LDL 低密度脂蛋白里面其实也是有细分的 低碳高脂饮食是可以让里面其中好的成分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里面呢 有一种是比较蓬松的 大颗粒的 这种的话呢 并没有什么有害的成分 只有小颗粒的低密度脂蛋白 对人体才是有明显的害处 它比较容易附着在血管内壁 引起动脉周样硬化这样的血管性的疾病 进而引发心血管疾病 低碳高脂饮食并不一定会引起 小颗粒的低密度脂蛋白的增加 这个秘诀呢就在于你一定要减少 奥米加6这种脂肪的摄入 要增加奥米加3这种脂肪的摄入 什么样是好的脂肪 我们在前几期里边已经讲过了 大家去找来看一下 那么低碳饮食会不会引起尿酸的增高呢 在开始低碳湿通饮食的头一个月 尿酸呢是有可能增加的 但是呢随后啊 如果你的比例是正确的话呢 这个尿酸的水平会下降的 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比例偏高 或者说你脂肪的话呢 主要是采用了植物油 奥米加6含量比较高 它是容易引起炎症的 你的尿酸水平就可能会升上去 请记住 无论是胆固醇 还是尿酸水平的升高 都是跟体内的炎症是有关系的 而奥米加6啊 这种脂肪酸的话呢 它是会引起啊 这个体内的炎症的 引起炎症的这个因素 还有很多 包括环境上的因素啊 环境的污染啊 然后的话呢不节的空气啊 还有可能你的工作压力啊 负面的情绪 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久坐不愿意应运动等等 都有可能引发体内的炎症 再就是说慢性疾病啊 过度肥胖也都是这样 所以呢 并不是说低碳水饮食 一定会引发炎症 从而引发高胆固醇啊 和高尿酸啊 而是你要注意啊 尽量的这个减少身体里面的炎症 或者做身体的一些检查 发现你真正的根源啊 因为是炎症啊 长期炎症造成你的这个 这个胆固醇和尿酸水平的增高 毕竟我们体内的胆固醇和尿酸 80%都是自身合成的 这是因为你自身身体有这个需要 比如说因为炎症的原因 你才会有这么多的胆固醇和尿酸 高血压往往和糖尿病是共生的 而且的话呢 有高血压的人至少有这个胰岛素抵抗的存在 而低碳饮食的话呢 可以在控制血糖的同时减缓胰岛素抵抗 所以的话呢 低碳水饮食在这样的前提下 对高血压的话 是有很显著的降血压作用的 当然 无论是糖尿病还是低碳水饮食 往往会引起这个体内水分的流失 矿物质的流失 尤其是钾 你在缺钾的情况下 你的血压可能就居高不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补充矿物质 尤其是要补钾 这样的话呢 对血压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跟着清华大叔随心所欲 轻松控糖 您 您 我们下期再见